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上到一个很高的层次 赢了不知什么的赞标 想不到那一场之后我曾经跟一些球友谈过 就说不要因为赢了车路士这场球 就觉得对着班尼玛夫这一场很疑打 因为很多时候也是很担心就是曼联 曼联今季最稳定的是什么呢 就是能够保持一个很不稳定性 大家明不明白这句呢 最稳定的他们能够保持到就是不稳定性 就是说可能一场可以打得很好 一场赢球但接着就会跌回地獄 你说这场球对着班尼玛夫第一球就输自己 一个小小的错误 其实每一场球每一个错误都会成为对方 就会惩罚你的了 你说这场球这么早就失了第一球球 因为当时只不过是上半场开球 大约是五分钟你当它是 五分钟就失了第一球 你说第二球和第三球都是在制空拳那里 被人顶赢了你那就没办法 你说看今场曼联的数据 就是你的表现和数据很好又不能说 但你说很坏又说不上 因为全场有20次的公园 是低一点的只有三次组目标 但无论是全球、全球成功率、角球 甚至是控球指数等等 都是比班尼玛夫好 不过大家都有一个经验 就是这些数据是不必用的 如果班尼玛夫不是近完场全球球 因为是犯首球 推翻了给VAR 推翻了之后 比输0-3更加肉酸的就是输到0-4 幸好这场第四球就不成立 其实输三球都很肉酸 因为都是班尼玛夫第一次作客奥脱福 是历来第一次赢球 那曼联其实也有一个小小的黑历史 就是其实在费sir的掌管的21季里面 在主场只输过34个场 就是联财 但是自从费sir退休之后 已经是他的后费格逊年代 输了这场之后 已经在奥脱福输了35场 不过这些纪录都是肉酸的 其实都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今场你说排阵方面 其实你看看排阵没什么大问题 可能有些人就会质疑 一输球你就会质疑那对球 是不是排阵出错了 譬如说为什么不出华拉尼呢 又不是出华尔去拉进去打中坚 其实之前有个效果 我认为坦拉加都觉得OK 这场波都照做 放到达乐自己的右边 列古朗都出回到正宗的左扎位置 你说可能前面有个考量 因为加华祖 班尼一定出的了 但安东尼上场对着车仔那场 安东尼赚他的状态好一点 安拉拔 麦托文尼上场也是表现很好 不过上一场对着车仔 是曼联金贵的 难得一场在决心 高位抢壁 鬥心等等是比较少见的 那场波其实都不知为什么会赢到车仔 可能车仔自己跌锅都不顶 但那场波的迫场成功很奏效 但这场又是没有了 而且一场倒输了 可能有些人说前方用马斯雅 你都知道马斯雅的作用都很浮沸 为什么可能不用海伦 不过始终你输球就有很多东西 排阵等等 但输球应该是整体的 当然啦 如果你个别球员 不是说一起跌锅的话 可能情况会好些 对曼联的一个更加不好的消息 就是队长 班努·费兰迪斯 拿了他个人资金 累积了五张王牌 在联赛 霜雄会对利物普那场 班努就要停赛了 不过下一场在欧联对着拜仁 班努都还可以出场 但如果对利物普出不了的话 好还是不好呢 不过可能大家有些就觉得 咦?未必是坏事 但是因为班努近期的表现 都叫做麻烦地 又不是说差得很厉害 但就好像没什么贡献 不知道啦 总之你过了这个 周中那场欧联之后 才对利物普再想 那天黑就 其实对这场球 都是说完等于没说 就是说 每一场比赛 你球都可以做到最好 才能够赢球 好似这一场 其实不够专注 开球不久就会被对手诛杀 对班尼茅夫也是一个很好的对手 因为带着自己球队必须做好些 其实每一场球 如果你不是做得最好 都很难赢球 即你没有一场球 你打得很异 可以赢球 除非有运气 这场球 你看到 班尼茅夫的速率 走效率等等 都是值得赢一队 但想不到可以赢三比零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过往班尼茅夫做客奥脱福 对着曼联都是输 输几球 都是输 但终于能够 好似他们可以创到 球会的历利第一次在奥脱福赢球 当然我们作为曼联的球迷 就不想见到这些纪录 经常出现 周中对着拜赢那场球 到底出什么球员呢 是不是想着一个大奇迹呢 始终一直都讲过 就是这场球曼联比较被动 你要加拉塔沙磊和哥本哈根要打和 曼联还要击败拜拜人才能够晋级 如果加拉塔沙磊对着哥本哈根那场 分出胜负就不用想了 有一个叫做 都不是叫好消息 拜赢今天呢 今晚在德教里面作客输了 一比五 减败给法兰克福 都未必是好事 因为当一支球队减败之后 下一场就可能会反咬一口 会不会是咬曼联呢 这场球真是找不到一个曼联 你说很西波 不可以用西波去形容曼联 今场的表现 即数据都可以说明一切 会不会是因为英超最佳魔咒又出现呢 大家都知道 曼联在11月份 当选了最佳领队 麦加亚当选了11月份的最佳球员 以及加拉组的最佳入球 有时觉得赢一个最佳 都会有点像是助纣 一个不好的东西 今次曼联赢三个 你还不怕 所以有些帖子我都留言了 哇,真的有点担心 因为三个最佳 有时你没得解释的 你见到近期易切 之前他们的领队都连续三个月 零三个月落到最佳领队之后 哇,现在就不断跌,不断跌 当然可能想明多等 但是这个魔咒 英超最佳的魔咒 都可能有些发作功 这场球 其实我没有太多的补充 如果大家有看的话 你有这么多次拱门 就把握不了 对方把握了几个机会 就搞定你 这些就是经常出现 总之就是 那队球把握到机会 就能够击败你了 因为我都知道 看完这场球 都很难睡得着 所以不如趁有时间 做个赛后点评 不知道大家对这场球 是不是看法跟我差不多 不知道输了些什么 排阵?不是 数据?不是 踢得很差又不是 你唯有觉得 马联维持了今季一贯 一贯的不稳定性 一贯的不稳定性 输一场球 就不等于世界每日 可能会不会忽快其上 对拜仁赢到球 跟着欧联出闪? 不奇怪 因为老道些说 他球是完的 不过在曼联身上出现 可能会问些 一天未打就未知 大家就忘记这场球 输了就输了 希望未来的比赛 大家会否有些 今个星期里面有些好的消息 多谢大家 记得支持我的频道 comment like和share 拜拜